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人工智能代替人类生存的科幻片 未来战警 未来世界一种代理机器人几乎成了必需品 它拥有完美的身体与肌肤 还可以随意的定制容貌身材 人类只需躺在床上跟其进行连接 就可以操控代理人为自己做所有事情 这不就是女装大佬的春天吗 不过也有一些人不愿意使用代理人 这些真正的人类在先知的带领下建立了一个保留区 禁止代理人进入 身为警察的秃头和自己的妻子 也不例外的是代理人的使用者 他们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儿子 从那以后妻子就沉迷代理人无法自拔 但是秃头很渴望能和妻子拥有正常人的生活 一天夜里有两个代理人无故死亡 按理来说代理人死亡并不会影响到本体的生命安全 但是这次两个代理人的本体都死在了操控床上 说明凶手所持的武器不一般 并且其中一名死者 就是发明代理人的老头的儿子 凶手本来想杀的是发明这老头 结果因为老头将自己的代理人借给了儿子 造成了误杀 这老头后悔不已 秃头立刻着手调查事情背后的真相 却在追击凶手的时候被他跑进了保留区 眼看凶手所持的武器就要到手 秃头的代理人却被保留区的人们击倒在地彻底包废 他本人也因此受伤被送进医院 警局对他非法闯入保留区的行为做了格知处理 也不会再给他配备代理人 但是秃头是个尽心尽责的警察 即使要用本体来冒险 也还是想调查清楚事情真相 他只剩来到了保留区 发现先知已经火化了凶手 那么武器一定是在他的手里 秃头立刻通知了军方派兵攻打保留区 没想到的是 所谓的先知竟然也是一个代理人 而那个杀人武器 早已被先知转移到了被他操控的金发妹手上 原来所谓的保留区先知 其实是代理人发明者老头 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替身机器人后 觉得这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瘾 便想毁掉自己一手创建的代理人公司 如今儿子的死更成为了一个导火索 他想通过程序杀掉所有代理人的使用者 他操控金发妹的身体将病毒上传 准备将所有的代理人和使用者全部杀死 在看到病毒上传完成后 老头就幅度自杀了 而就是主秃头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他坐上了老头的操控床 操控金发妹的身体 在旁边技术宅的指导下 输入了一连串的破解密码 让所有的本体使用者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他就在选择是否让代理人 完毫无损的环节犹豫了 他不想再看到一个由代理人支配的 冰冷冷的世界 他也想能够和自己的妻子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人们是否能够再次回到这样的社会呢 在一番心理挣扎下 秃头选择了销毁所有的代理人 所有的服务器瞬间瘫痪 城市也陷入了一片死寂 无数的代理人在大街上突然倒下 场面极其壮观 秃头赶紧回到家 看着自己沉迷代理人无法自拔的妻子 终于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 所以说靠山山回岛 靠人人会跑 还是得靠自己嘛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今天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